因為我可能會 就在馬路上抱著 然後就被腳踏車撞 然後撞到旁邊的臉 嗨 哈囉 哈囉 耶 哇 大家好 舉行完記者會對不對 對 今天我們要歡迎的是 返校的四位主角 嗨 大家好 我是斷智 我演的是陳文亮 我們這個進行 是不是發行過的事情 今天人家沒有嘴 不然會不會這樣 也不然會不會說 大家好 我是林瑋 在《返校影集》裡面 飾演的是劉云香 劉云香 或許 我來到今晚 就是為了遇見你 大家好 我是劉瑋雪 在《返校中戲》 演的是班長初見 你那裡是不是還有我 不知道的事情 大家好 我是韓林瑋 在《返校影集》裡面演出 《返校影集》 王晉瑋跟曾經華他們所演的這個版本 其實那時候沒有想 對不對 因為我們在 開始要前置 然後拍了什麼 都沒有看電影 蛤 那是多久以前啊 一年前 所以那時候電影出了嗎 已經 正在出 對 正在出 所以電影出的同時 其實這齣戲 人家說影集就已經開始策劃 衝對 對 在遊戲當中 這個樓並沒有名字這樣 我們自己幫他取了一個名字 叫做韓翠樓 然後 方芮欣是在這裡 跳樓自殺的 然後他就在這裡 成為一個地府嶺那樣子的一個冤魂 他其實代表的是背後那個 都數會的那個悲劇 發現故事完全不一樣 跟我原本期待的內容 是完全不一樣 可是我覺得這是好 是因為這樣大家就會有驚喜 對 原來他是另外一個 而且在電影版本裡面 我們只有看了一個女主角 就是莽靖所飾演的學姊 可是其實電視版是有學姊跟學妹 你們的關係真的是學姊跟學妹嗎 我真的還在猜會不會是什麼 公主胎之類的 這樣的話 其實他們兩個的角色 主要林瑋演的雲湘這個角色 就有點像是遊戲玩家的視角 就讓遊戲玩家來帶領 大家整個去理解方芮欣的故事這樣 那我很好奇當初試鏡 有沒有被要求做一些特殊的表演 彈您有 我有 我有哪個 妳不是有為學姊編了一支舞嗎 肢體 真的喔 學姊不是鬼嗎 是鬼舞 對 那時候是老師就是 我們有個表演老師叫 然後老師給了很多 怎麼樣從身體去認識角色的功課 就是他對我們怎麼樣找到 比如說我們每個人的角色的 肢體語言 肢體語言 就是他怎麼站這麼久 就是他對他的身體長怎麼樣 因為其實至少我現在看到 包括在電影裡面 我看到就是學姊幾乎也都是 真的他的大眼神 然後我就站在那 都不動 他有需要特殊的肢體訓練 而且他之後會像真紫的 不壞人啊 影集裡面的設定方略星也是 幾乎都很少有走動 他就是 很定解這樣 他會有比較多不同情緒的轉角 所以我們才會在表演課的時候 去放大 才會去演舞 就是放大很多他的肢體 但是在地上拍攝的時候 他講的時候其實他是戰力 就在那些肢體的張力 是要就是用情緒表達出來 那這個真的要靠眼睛來說話 方略星這個角色在影集版 到後面有不同的呈現嗎 會 很想到這邊我不要爆了 因為他在影集設定就是30年後 對 所以他30年後 他繼續帶在最好 就是覺得很強勁的目的 就是要爆出來 所以他在後面會有 會有一些 他就已經不再是一個受害者 就真是厘鬼觸動 就對了 是這樣 對 他可能不是 不是刻板印象的那個 很恐怖的例子 他就是他有別的情緒 比較大的轉角 比較爆仇 或者是有一些他必須要面對的 心情 30年來 我就在等這一刻 我來去張老師他們的報仇 小王學姐 我們現在要來討論這個 學妹跟同學 班長之間的感情 因為我可能到了這個新環境 然後感受到一些刺激 我的一些幻覺就會又發生了 算得跟妳提醒嗎 應該算有 算吧 算是有 比較敏感 對 算是比較敏感一點 然後他可能需要吸一口氣 啊他吸一口氣的方式就是醜顏 然後因為剛好班長 就是瑞雪演的蘇婕宇這個角色 就有跟我講說韓翠龍沒有人敢去 然後學妹可能就心想說 太好沒有人敢去 又不會有人打擾我一個人的時間 然後也可以去那裡抽個液也不會被發現 學妹跟班長之間其實還有一個就是你們另外有一個故事之先是兩個人的友誼對不對 對 因為我就是比較從洋媚外的人 因為我其實就是一個乖乖牌 然後就會搜尋那種好學生 然後他從國外回來的 所以我就會特別的去館長他 才會給他一些警告 那都是韓翠龍 之前在那裡發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學校就禁止他再去了 欸 可是瑞雪你的個性有像這樣子的班 班長的個性嗎 沒有欸 如果班長真的出事 我一定是會保護自己的朋友 除非他跟我關係 就可以告訴你 蛤 瑞雪是以北一女生出身的 那你等一下說是 再來一次 對我很乖 那這樣子在校園裡面是好是壞 會不會有壓力 然後會不會有一些就是眼紅的同學 然後或者是也許有特別多粉絲 會到學校讀你之類的 有這樣子 我覺得因為是女校所以還好 因為我覺得自己是女生 沒有男生的時候就會特別的就是比較沒有心機 或是比較不會去比較 但是因為我在學校的形象我也是比較拉的 對 然後大家都會比較歡樂 所以沒有就是特別做事情 欸那妳有為班長這個角色去準備什麼嗎 因為這其實應該算是比較接近本色的演出法 我覺得沒有本色欸 因為我在學校是比較歡樂 然後副班長然後帶動氣氛的那一種 妳以前就是副班長 對對對 但是在劇中是比較嚴肅的 而且可能在戲劇中是比較安靜的 然後講話 然後在真實的我就是在講話的那一個 就是那個可以發展的那一個 當鬼的那一個 我就是拿著鬼牌 不過一到金鸾 就好像真的回到過去欸 都已經快兩千年了 教官竟然還會抓禁書 還有鬼牌 太誇張了 我發現我跟瑞學可能是比較接近的學生 哇這太好了 我也都是在班上講話在發展的那一個 真的喔 對啊 那林瑋可能就真的是要扭曲自己來演這個角色 因為我覺得這個角色其實還好壓抑喔 對 但是其實我那時候在演的時候 一直覺得我跟雲香好像 然後直到我過了一年多之後 然後要準備反校宣傳 反校宣傳之後 我看公視內部的人可能都已經看過了 然後看到我本人的時候就覺得說 我怎麼跟雲香差這麼多 那時候我才驚覺的時候 原來我跟雲香差很多 如果我根本沒有猜花 老師還會在乎我嗎 你怎麼會覺得你跟雲香這樣 因為我覺得第一點 你還有一個鏡子 然後你有嗎 我半身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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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我們就從王廟附近看一下 對 對 我真的來求你一個女孩 對 她的身世感覺也蠻坦坷的 就是好像媽媽 我覺得媽媽可能是幻想的 就是跟爸爸有一天可以複合 但是爸爸早就已經是別人的了 這裡喔 幾十年都不變 妳要習慣喔 好不容易才到這裡重新開始 好好表現 等爸爸來帶我們回去好嗎 所以顏少舅她是一個很壓抑的個性 那妳自己會這樣做嗎 我自己我覺得也是蠻壓抑的 但是就是因為我覺得每個人身上都會有一些點 然後在我要飾演雲香之前做角色公共的時候就有把那些東西更放大 這個角色其實整體都很吸引我 像是她心裡面的那些複雜情緒的層次 拍完返校之後 當我退下角色 然後回歸到自己生活 我會發現一件很神奇的事情是 我很多想法會改變 我想這是劉雲香帶給我的成長 像我以前完全不會哭的那種 已經壓抑到完全不哭的 但是我是真的就是演完返校之後 變得更加敏感 那妳有像雲香這個角色一樣 就是有隱瞞著師長 就是比較壞的那一面嗎 比如說像在電影裡面 其實是偷籌顏的 你們四位有沒有像這樣 就是曾經隱瞞著父母師長 在學生時代的一些小叛逆 我都超乖的耶 真的喔 上了大學才跳過課 不過還好啊 我覺得頂多都跳課大王咖而已 那也還好啊 那也還好 那是大學還是高中的 那會不會教官或什麼招 那個時候 那時候 就會抓到 會不會打包 欸其實妳就問到了我下一個要問的 就是因為電影裡面我看到 老師提拔這一個 我覺得 當然那是一個很不合理的情況下 所以我看到滿氣憤的 但是其實我們多多少少 至少我這個年代 是真的都有被提到的 我也有耶 真的喔 你們都有嗎 我是國小的時候 老師說就是離一百分多一個人 然後就打你幾下 喔 我有遇過這個 對啊 我有遇過這個 小時候都愛你小手 超害怕的 別人把你都給我去走廊挖條 還不快 那我小時候都會被打 被家裡頭打 因為我太皮了 我就是玩命的那一種 好 我們現在終於開車到了 俠海城王廟 耶 雖然是這位靖子在傳人 有沒有覺得好像回家的感覺 有… 我剛剛一到達就先拜了一下 然後 廖方還特別要做一到達 就是炫耗的幸運 這真的是棒耶 月老的幸運服 馬上 很棒耶 真的 因為人家說 俠海城王廖的月老 也非常的靈驗 對 那等一下我們玩這個遊戲裡面呢 其實也有一點點 希望月老能夠來告訴我們 四位裡面誰最早結婚 不要到這邊 其實不要為什麼現在變成紅金吧 因為最近在猜一個星星 然後其實星星是一個造型 然後這該不會是什麼啊 輪男 喔 輪男 喔 輪男 哇 對 那我要放在心臟的位置 唉唷 我們現在走了 這邊是月老廟喔 這邊是神皇廟 然後月老很靈驗喔 不要亂 這裡面你們兩位有玩耶 對 是 運學跟學姐沒有玩 沒有玩 學姐有玩 有嗎 學姐的就是在旁邊看 原本是文亮洞啊 後來都變成學姐在洞 學姐有一把拿出學姐合同玩 學姐是那個法 對 是那個魔 是把大家知道 學姐的魔法 對 我不知道耶 真的來教一下 教一下 其實它就是一個 放在上面之後 大家一起把手放在上面就好 對 對 好 就是當你在講 反笑反笑 問他問題的時候 照理說大家就會一直畫圈圈 嗯 那實際上 正確答案會停在哪邊呢 我們就來看看 到底會不會有神奇的力量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哇齁 我想說你們應該會在那邊比手力 對 要推到 誰想拿到50萬 我 我 很好 就用你 OK 我們要開始囉 好 好 第一題 誰是現場的NG王 我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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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沒有 有 我跟你講 真的有一場戲 尤其是只要跟莊導對到戲的時候 他只要有打我的頭 我的腦袋的東西會被他打空 真的 我等一下要幹嘛 開始忘記這樣 對 就會NG 有嗎 有啦 有啦 你們不在拍廟的場次 你們兩個怎麼會在 哦 我發現這個劇組很有愛耶 沒有 暖男 那很暖男 他要承擔這一次耶 真的真的 真的 他臉紅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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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你們在六零年代適應 那韓寧啊 你怎麼跟媽媽說過 媽是誰做法 他開始 他都認識在主唱 你 他就穿蝴蝶美的 畢竟我是六零年代的人 對啊 那邊他是九零九零九零 對 那是你有特別為六零年代 這個角色不準備都是嗎 有 其實 就是當然會 就是會讀很多那時候的書 書啊 書啊 然後我們也有去看 那時候在 MOKA 有一個那個年 就是年代整 就是從聊天大概可以解一下 好喔 那我們現在可以回到原點下一題 好 誰在現實生活中 最有可能當校長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頻道 打開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任何精彩內容 隨時上架 我們下回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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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回再見 還有欣賞 詞